你会不会 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郭大生小姐 对吗 之前我就说 你是个漂亮的女子 但是脑子有点糊涂 过来他被我猜到了 大叔 你认识他 富兰小姐之前受伤 那五丈就是把她带到了女家 但是我去的时候 我玩到了一步 所以没见到面 对吗 看来人的我没抓错 你一定很爱那五丈人吧 但是 他有多爱你呢 你知道 他会不会到这里来救你 我给他带走 先先带走 好 挡开对方的 枪酸要果断 顺势上前打击对方脸部 好 快来啊 医生 贴住敌人的枪身 然后把自己的枪反转 顺势上前 走 走 走 有什么时候要谋造口司的 老爷 带人赶紧跟我走 怎么出什么事了 大叔被小鬼子抓了 武昌要找小鬼子去拼命的话 就上了当了 咱们得抓紧把武昌转回来 快 知道了 来 全体立正 枪上剑 左转完跑步走 快 快 快 老嬴 rée 搞 走 快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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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贱文雄 我站住去了 他们这帮王不单 也不会打算放了她 他们把我拿不成想太简单了 我不会上他们这个当 这帮帮不但放出话了 给我三天期限 所以在这三天里 我必须想出办法 把大双揪出来 周围 他们既然抓了大双 那我们也抓 他们一个要紧的人 把大双换回来 您觉得法子成功 无常 你能这么冷静地 面对目前的情况 真的让我张玉生 对你刮目相看 而且你刚才说的办法 也是目前旧大双 最稳妥的办法 要抓一个要紧的人 来换大双 要抓就抓终于私聊 小姐 您这是去哪儿啊 我帮您叫车 请你们不要跟着我 小姐 这都是上风的意思 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您也别太为难我们 走开 好 好 好 黄码车 小姐 黄码车 黄码车 哎 前面那车跟上 哎 快跟上 副梁先生 是我 安先生 我带你去一个茶馆 那里有人接你 帮你甩掉那两个尾巴 快点快点 你没有人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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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您这 我要进行喝杯茶 你们想跟着也可以 不过事先说好了 你们的茶钱我可不付 行 那我们就在这儿等着 小姐 我还是跟您进去吧 我还是跟您进去吧 小二 小二 来壶茶 好嘞 小二 小姐您慢用 小姐 我先出去了 小姐 您慢用 小姐 好嘞 好嘞 快点下来 小姐 我真的把大妹撤了 啊 我真的把小姐 你还没什么 我真的把大妹撤帐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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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坐在那儿呢 那位小姐呢 没看见呢 走 你不是说没有后门吗 我明明已检查过了 咱怎么跟上风交代呀 这怎么办 找吧 小姐 稍微 副司令把大双给抓了 为什么抓他 因为要用大双 逼着纳武昌自首 给了三天时间 如果抓不住纳武昌 大双就会死 那怎么办 我们现在想了一个办法 需要你来帮我 你们让我做什么 帮我们把副司令引出来 我们抓住副司令 用他去换大双 傅兰这现在是 没办法的办法 别费你的劲了 我跟你出了 最直接的办法 现在就把我绑了 去换回郭大双 傅兰你现在的心情 我能明白 你不明白 你如果明白的话 上次你就不会 用枪指着我 你如果明白 你就不会让我 去做这种事情 傅司令他 再该死再该杀 可他依然是我的父亲 我身上流了 是他的血 让一个女儿 去帮着你们 杀他自己的亲生父亲 你不觉得这样做 太残忍了吗 傅梁是个罕奸 他没资格做你的父亲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用他去换大双 张亦诚 再跟你说一遍 你可以把我帮回去 我是很感谢 那五山河 过大双的救命之恩 所以我愿意用我自己 去换回他 是让我把我的父亲 交到你们的手里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如果我那么做了 我一生都会忍受 良心的肩膀 我受不了这种 良心的折磨 我真的受不了 我受不了 傅兰 你先来做 去吧 我那走 掌官 是小姐不让我们进去的 我还进去看了一眼 这茶馆没后门儿啊 这人怎么就没了呢 大左 小姐想跑是失早的事 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放屁 我们还没办法呀 他为什么跑 他能跑到哪儿去啊 这就是康连的人 把小姐给劫走了 长官 富岚小姐和康连的关系一向不错 康连是不至于对小姐下狠手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件事 一定跟郭大双有关系 这我就不明白了 他们是把兰兰做人质 还郭大双 夫人 夫人 老爷从二二边回来了 老爷回来了 老爷这么远你怎么不多待几天呢 待什么待呀 一堆烂事哪有心情待呀 你喝水 喝什么喝呀 饭还没吃呢 老爷 你先上床歇会儿我吩咐饭去 啊 老爷 那您的吩咐 德国大夫哪没好呢 嗯 他呀 喜欢吃黄油面包 还不会使筷子 这些都按他的吩咐去做 是 老爷 是 德国大夫说换两个好眼珠就行 这好眼珠 上哪去弄去呢 没人愿意给 这回来的时候我想了一路 只要杠爷 只要杠爷能帮咱们保住那个九海 到时候实在没辙 挖我的一只 挖你的一只 老爷 您就不能挖了 什么意思啊 哦 明白了 点声啊 这事儿老爷不跟你争 到时候 两只都挖你的 是吗 我的也不能挖呀 老爷 你想啊 我要瞎来 谁伺候你 哎 老爷 新九海做好了 跟老九海一模一样 冷眼看不出来 是吗 这好 这好 哎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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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干嘛 干嘛 滚一边去 老东西 一定是你背后搞的鬼 竟敢拿我女儿的主意 你什么意思啊 你只是你儿子 让人摆见了兰兰 别以为我不知道 兰兰没敢炸兰 不知道啊 我真不知道 跟我走 要兰兰不回来 我今天就拿你的试问 走 你炸兰 放开我大开 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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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兰兰 你先出去一下 我跟她有话说 别 兰兰 坐这儿 你就坐这儿 你坐在这儿 大白眼心里踏实 没事 出去 把门关上 哎 傅思源 你说 你怕什么呀 只要你不先惹我 我也不想把你怎么样 打了吧你 上次你把我打成那样 哐哐哐的 你现在说什么 我都不信了 你还先不信 哼哐哐哐哐哐 Did you suive expert 你这么做 你自己相信 樊佳 樊佳 对 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今天我先通知你一事 免得日后你说我不仗义 副作员 看在你多年 照顾兰兰的份上 只要别太过分 钱上 我不会跟你计较 不过有一样 我要拿走 那个老九海 我已经答应了日本人 把他献给天皇 所以这事没商量 明天我就派人去拉老九海 你早早地把他给我准备好了 听清楚了 行了 该说的呢 我也都跟你说了 好 来了 跟你爹走吧 我哪儿都不去 就在这儿 来了 好 好 我也不勉强你 老东西 都听好了啊 好好地关照我的女儿 老九海 要是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闪失 我会这么做 应该知道 别忘了 明天 老九海 哎 好 为我 对 二 老天爷呀 老天爷 您找我 认识 你连夜出发去找玉成 把这封信交给他 立主啊 一定等玉成少爷看完了信 有了答复你再回来 明白 还有啊 你跟玉成说 务必尽快地找到杠爷 或者是纳不成 你跟他这么说 明白 明白 去吧 来 去吧 补长 补长 政委 按你说的 郭武二双皮孩都已经到营地了 你放心吧 谢谢政委 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明天 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谁都没有血药啊 钱炎君对酒如此痴迷 看来天皇陛下的御酒师 非你莫属啊 其实我就是一个懒惰的人 不像邱雁军这样 雄才打掠 对吗 好 我陪你去 请 报告终于大多 小姐等着家里 邱雁军 请稍等片刻 好啊 你怎么来了 酒还是大白的名根子 你不能把它交给日本人 这事你就不要管了 我今天还有急事 有什么事儿 回去再说吧 你不能去 韩蓝 到底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 我只是 你去破市 好了好了 你先回去吧 爹 你不能去 对 大白肯定会在哪个冲动 我不希望你们之间 再发生什么冲突 你答应我不要去 你要是不答应我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见你 好 爹答应你 我去跟他说一下 请 邱雁军 邱雁军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这小女 她死活拦着不让我去呀 她是把我跟傅思源 我们两个又打起来 既然小女不肯 我只好答应她了 可是 这么重要的时候 周雁军如果不去的话 那不去太遗憾了吧 秦彦 那你看 既然周雁军这么为难 那这个功劳 只有我一个人去领 秦彦 秦彦能够理解 我非常感谢 拜托拜托了 拜托 这样吧 我让李副官陪你去 李副官 有 一定照顾好秦彦大佐 是 拜托了 请 我一遍 来 那些小女孩 我会让她做出来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老爷啊 你腿怎么哆嗦 何止是腿哆嗦呀 我这心都哆嗦 老爷啊 哆嗦也没用啊 家门不信 家门不信 等我的弟弟忠义思良 毕竟是秦兄弟嘛 有些事情我得先跟他谈谈 傅老板 我们长官今天有事 派我前来陪同千元大佐 我都已经闻到里面的酒香了 你不会这么惨烈 不让我进去吧 戒严先生 改日 昨天不是状怒 戒严先生 我说改日 我说今天 请 快 戒严先生 这就是酿造车间 上次管家带我参观过来 天工 三百年前 中国人 就已经掌握了 蒸馏之酒法了 少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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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 戒严先生 我想 即使你们日本清酒的制作工艺 还跟这里大同效益 只不过 长得不太一样 你看着新鲜罢了 戒严 醉了 再待下去的话 都忘了自己来的正式了 你有什么正事啊 带我去九海吧 戒严先生 戒严先生 这里边就是九海 戒严先生 不了门 不陪我进去吧 我谈谈呗 陪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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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严先生 藏酒之处 不能染沉 不能沾枪火 他们要是进去 把九海引爆 那可了不得呀 傅老板 请您放心 未来安全 我们要收下这里 是 快点 快点 到这里 conversation 行 终于要见到全数经的 九海了 傅老板 你出去吗 我担心呐 这间仓库 从建成到现在 就没有外星人进舌过 他们这么贸然闯入 会得罪九神的 是啊 安裝了 快點 卡卡吧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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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就是那个一百五十年的秋汉 我终于见到他了 我要把他运回大利本帝国 献给天皇陛下 简易先生肯定闻不到的 这就是老酒海的奥秘之处 如果能闻到酒香 酒不就全跑光了吗 我松开 傅老板 我代表大利本帝国 谢谢 哈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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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酒海搬上开车 等等 等等 倩言先生 这可是上百年的老物价啊 如果不举行仪式随意搬动 就会有血光之灾 我信平俱列 不怕血 搬 倩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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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 倒 倒倒倒 倒 倩言先生 倩言先生 九海真的不能拉呀倩言先生 倩言先生 你再想想 那老子真的有血光之灾呀 倩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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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想想 咱想想 快吧 倩言先生 太 Santo了 倩言先生 来 我估计约mente 倩暧 Они 准备你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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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别动 爹 周月思良呢 他没来 前任家宴 你还认识我吗 我是应该叫你张晏晨 还是傅晏晨 傅老板 不是说你儿子已经死了吗 不应该这样变朋友 前任家宴先生 酒神在上 我对着一百五年的九海发誓 我真的不想抓你啊 前任家宴 让你的人把枪都给我放下 放下 渡达 请下车 先生 下车 前任家宴 今天你是走不了了 把我爹放过来 傅老板 他们埋伏在这里 你早就知道对吧 警察先生 那 警察先生那个 渝成 把枪放下 他 渝成叫你的人把枪放下啊 他不听我了 前任家宴 把我爹放过来 是个生意的 做生意 要给自己留个候选 袁家宴 九海你可以搬走 但你的人得给我留下 喂喂喂喂 你觉得有什么资格 和我担条件吗 有 是 你 是 三 二 五 三 五 一 五 三 五 就那无常 咋了呀 等着你好久了 但我从来没想到 我们以后这样的习间 地点还有放戏见面 少在这给我死羊怪气的下烈量 我告诉你 动一动地弄死你 谁不负就试试 都不许开枪 周围 没抓着傅司令 他是比傅司令官大 如果把他抓住 能不能把大双换回来 不 走 走 我给你解 全告终于司令 照顾好郭大双 我给你解释了 快快 快快 友哥 车 把握抢 报告长哥不好了 这出大事了 前缘大佐被抗联给抓走了 你说什么 在副家旧教 我们遭到了抗联的埋伏 埋伏 你们的人呢 本来我们已经控制抗联的队伍 可突然出现了纳武昌 绑架了前缘大佐 你不能去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见你 那我成 终于明白了 早上难兰为什么死活拦着 不让我去了 一定是抚思远 这个老家伙设下的圈套 本来 这一切都是冲着我来的呀 长官 您说的意思是 抗联想抓的人是您 没错 今天去九海的事 只有傅思远知道 一定是这个老家伙 向抗联告了命 借此干掉我 保住他的九海 长官 我们应该怎么办 马上通知第三次联队和特别套法队 是 现如今 我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官 今后所有行动必须听从我的指挥 还有 通电关东军司令部 浅渊家宴被俘的消息 通告给他们 是 等着 让我想一想啊 你说 你们全都没事 千元家宴 就那么轻易地被他们带走了 当时我们人多是重 可纳武昌手持钢钩 逼住了田园大佐 田园大佐他不让我们抵抗 这儿 这儿 这个千元家宴啊 平日里是 嬉皮笑脸阴阳拐气的 可有的时候啊 你还真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站起来 这里就是 低影子吧 老师 找了这么多年了 今天终于见到了 那我想 不带我参观一下吗 如果听好了啊 少跟我这儿死羊怪气的 你没见过的东西多了 我问你 你和傅思良谁管大 我是大佐 大也是大佐 那拿你去换大双 傅思良会应不 我问你 不愿意的 你会想的 我说的事情吗 当誓言叫醒了 出生的太阳 当誓言叫醒了梦想 当希望被光明照料 那生死理解的呼喊 是英雄无敌的担当 风吹得太狂 耀眼光芒就在路上 带着那争战的弓箭 穿越苍穹 拯救荣光 风吹得太狂 我力万狂烂 挣战远方 用身体坚强的抵挡 勇敢的心一如既往 用身体坚强的抵挡 勇敢的心一如既往 勇敢的心一如既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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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立